今天是6月2号收盘了 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盘面 三大指数全线上涨 创业版涨幅和深圳 都达到了一个多点以上 接下来怎么走 反弹是不是开始了 接下来 重心在哪里 这个位置我们到底该怎么做 还有就是盘面的这个题材 出现一个明显的一个分化 那接下来 该如何参与 如果你的当情的这个盘面热点把握不住了 看不懂了仔细听 听完后你心里就明白了 听完后你心里就有底了 但是我要提醒大家 视频当中涉及到的一些板块热点核心个股的解读 就是一个免费的技术分享物作为依据 还有就是我不会私下联系大家 大家小心骗子 我们回到上阵 那这个位置到底该怎么办 接下来反弹能不能持续 说白了这个位置 强调过很多次怎么办 逢低上车 逢低博弈 逢低潜伏 我说了很多回 但是很多人不理解 我几乎天天跟大家讲 这个位置 它是属于一个底部区间 然后呢 他能够反弹 而且告诉大家两个最关键的点 中字头和券商都是在对吧 都是在一个相对的底位 尤其是券商对不对 他在这个位置 红盘震到很长时间 这个位置其实就是一个什么 就是一个低点 你要马上反弹 马上拉伸 大爬不就上去了吗 所以这个位置是我们值得潜伏 值得博弈的一个点 那到底后期会怎么走 没必要担心 告诉大家反弹仍然有机会 仍然会持续 只不过风险在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什么位置 就是60天均价线这个位置 这里是存在一定的风险的 所以朋友们记住了 盘中拉高 大幅度冲锋的时候冲到这个60天线 这里是不要轻易的去追高 当然它这个量能要是放出来 这个量比这个量能差不多 甚至比它还大 那毫无疑问 继续看多继续顶 这个量能跟不上去 走吧怎么办 逢高减仓 逢高出货 这个节奏这个思路就是对的 而且我们看 今天的反弹是全面反弹 不仅仅是上阵反弹 创一把也开始反了对吧 也开始往上走过了 包括深圳也是走往上面反弹 所以反弹是一个什么大方位的全方位的反弹 我觉得还会有持续性 接下来积极的去什么去博弈 好 接下来说重点了 既然反弹会有一定的持续性 可是板块操作起来难度很大 很多人说 最高风险很大对不对 就比如说 今天后盘 你看跌的最多的是谁 老鸡中传 这是近期表现比较强的 比较好的 对吧 今天大跌了 昨天进场的今天高位出逃的 肯定是撞到彭马波板 但如果你在今天高位最高的估计是什么 啥都没心情了 那么这怎么理解呢 其实我说了很多回 就包括老鸡 近期是什么 市场的一个新的热点 新的焦点 而且他持续马上走高 但是我也跟大家说过说什么 大家知道吗 这个老鸡 大家看一下前期他的带头大哥是谁 带头大哥是谁大家知道吗 其实我不讲 大家都应该知道是谁的 这个票整体来看 涨幅 大家看 他的一个走势 几乎是怎么上去了怎么回来的 你看这些后排跌幅的票啊 你去看啊 他是不是发现了一个问题 什么问题呢 其实这些票在短期出现异动以后 很多是碰到什么 碰到前高的压力 出现什么 出现下跌 对不对 你看 其实我也讲了很多回 怎么办呢 告诉你一个原理 当这个方向这个板块 这些刻骨啊 在利好加持下出去反抽反弹 进攻的时候 尤其是到了前面高位的时候 前方面的压力的时候 不要轻易的去追 不要轻易的去顶 核心龙头目前是创新医疗 但是除了创新医疗以外 其他票就比如说这种 发现没有 大家都应该明白了吧 这里是前高啊 这里前高啊 这是不是冲高回落了 这个时候怎么样 考虑减差 是不是不仅是他 你看一下 好多票都这样子 比如说汉威 是不是冲了前高 回调了下来了 还有 要营去科技对不对 这个也是一样的原理 还有东方中科 奥普矿电看一下 我不说了 说了大家都心里郁闷死了 其实说白了就告诉我一个原理 在涨的过程中 拉的过程中 尤其是拉到前期高点的时候 压力位的时候 考虑减仓考虑出货 不要再去顶了 不要下去追了好 现在我们看 中传 中传今天很坑人对吧 估计很多人今天是亏大了 甚至有人亏了10个点以上 找盘直接拉高 出现什么连续的冲高 很多人在这个位置追进去了 结果一看 今天跌幅比较大 找盘在追进去的很多亏损 差不多又到了10个点了 我们来看这个走势 怎么理解呢 其实我在前面几天跟大家讲过 我说军功里面争传性 一定要注意近期放量的 还有机会成为之间的焦点 但是你看看 我是不是说的很清楚 说不得很明白 怎么位置呢 这可是什么线 欧十天线 欧十天线附近怎么办 逢低潜伏 逢低去低吸 然后拉高急拉 拉到前期高位附近 压力为附近怎么样 风高减仓 风高出货 这个节奏走十多步就出来了吗 所以你在低位潜伏低吸进去了 在这里拉高出货的时候 你是不是是赚了钱的 你是不是是获利的 对不对 那问题来了 这里到底是不是出货了 看这里 发现没有量能放大没有 量能并没有放大 说明这里只是一个正常的调整 调整后仍然会冲高 好 只不过今天高位追到人是很郁闷的 再看一下 除了这个老机中传系 其他的一些板块跌幅都不大 所以我们可以忽悦 这就是一个小幅度的一个调整 再看前排 涨的比较好的 除为电器小金属房地产 可能今天整个盘面 之所以能够上涨啊 能够拉起来 今天房地产应该是功不可不的 那房地产在这个位置上涨的话 你能追吗 我去看大家讲 今天房地产很强嘛 一路走高 你看看这个位置怎么样 其实这就是一个超跌反弹的位置 对不对 就是一个超跌反弹 只是杀跌杀跌 那么像前面一样子像这么一样子 它就是一个超跌反弹 所以我强调过很多次 趋势向下的时候 怎么办 你不要轻易的去追 不要轻易的去顶 然后他反弹反弹上面高位压力 比如说他前期 刚好打了两二十的线 就下来了 三十的线就下来了 那么这里反弹是不是就反了二十三十线 所以很好的策略 在今天这个位置反弹 那么反了二十三十线怎么样 方高解仓逢高出货 对不对 等他回踩就可以了 我这么说大家是不是明白了 当然今天的房地产这个方向的话 是有多支票涨停的 大家看 多支票出现一个底部的一个涨停 那么从技术方面说 前期的一些核心票 一些人气票都涨停了 这里大家需要区别对待 什么意思 人气比较旺的 谁 中国物仪 宗教地产 包括镜头发展了 这些都涨停了 所以这些可能会存在一个 短线的一个反弹的机会 但只是一个反弹机会 并不是说反转 大家是需要特别注意的 追高是需要谨慎的 好 除了房地产 今天其他一些板块就是金属了 贵金属了对吧 这一块表一表强势一万 但是这里也只是一个超跌反弹 所以在操作上面你要注意 今天这个行情 对于做短线的选手来说 估计是比较难受的 为什么 因为短线选手很多都是 在哪里中资投 还有就是什么 近期市场的核心 比如说人工智能 传媒这些方向对不对 那如果你看今天的这个人工智能 整体来看 它是属于一个强势周期 冲高一回落 缩量 指数没怎么跌 指数没跌 但如果你看个股 对吧 分化很严重 今天有多支票仍然是涨停的 大涨的 还涨20厘米的 可是你看一下后盘 有跌多少 有跌 15个点的有跌10个点的 还有跌什么 7 8个点的也是一大片 但如果我们从这些票你是不是发现 这些票就是近期涨势比较好的 所以也告诉大家一个原理 什么原理高低切 我在昨天就跟大家说过要防 防他高低切 高位的有机会补涨 高位的机会补跌 低位的有机会补涨就这么回事 还有就是 艾鹏啊这个票说 这几天最坑的一支票对吧 如果说你在这个位置去顶高位的 奥斯7块钱去顶高位的 你想想现在多少19块多 跌了7块多就下来 这几天的跌幅达到了多少 你看看 几十个点就没了 几十个点朋友们 所以强调很多次缩量加速 不要轻易的去顶 尤其是这种一只板七只板 不要轻易的去顶 顶错了 那么我告诉你顶错了 对不对 后面冲高 赶紧的跑 你不跑的话亏损很严重 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细节 一定要注意这个变化 好 除了人工智能之外 今天的传媒板块 表现也不是特别的好 对不对 早盘充高 尾盘还充裕了 那么这种板块怎么理解呢 怎么看呢 其实说白了 他的走势仍然属于一个反弹的一个区间 属于一个反攻的一个区间 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他的走势并没有完 还在往上走 然然可以跟踪 可能很多会说 今天很多票都大跌了 我都亏钱了亏大了 你还说可以跟踪 其实说白了就是你的结责不对 什么意思 你看 奥飞娱乐天地在线 奥飞娱乐我昨天前天说过的话 这个票我是说了很多次说的很回来吧 昨天还重点讲过了吧 是不是 我告诉大家这个低点附近怎么样 潜伏低息 等他反出反弹了 我们就可以什么风格紧张风格出货 对不对 再看一下 除了这些票之外 你看今天后盘的很多大跌的 比如说南方传媒这版 你看看这些票 你是不是发现一个问题 必须说南方 对吧 昨天前天很强吧 连续走高对不对 连续走高 以后高开低走 朋友们一定要记住这个细节 这种票 他前面这一波大涨 杀到下面的支撑位附近 低点 这是潜伏低息的 以后拉高大涨是吧 偏离这个 均价的时候怎么样 逢高减仓逢高出货 博士去追高的时候 朋友们以后一定要记住这个细节 如果你去追高这个细节 对的还好 错了 就是大一见 就是大面 那么你亏钱 可能会亏的比较大 这是大家一定要注意的一个细节的变化 今天的整个盘面来看 市场 没有明显的核心 没有明显的主线 对不对 你看 这个涨停的票确实是不 确实是不少 确实不少 但是前期的主线品种 包括人工智能素质经济 传媒 中字头 都是属于一个调整震荡的一个走势 今天 虽然说也有多支板块涨幅在10个 涨型的票在10个点以上 可是你看一下这些涨的在10个点上票什么 华地产不用说了吧 超跌反弹 新能源怎么样 超跌反弹 其实就是主线品种高位品种的一个什么 一个出货调整以后 阻力资金阻力资金 杀了低位的去做一个博弈做一个补涨 就是一个高低切 你这个低位的你觉得会有持续性吗 我觉得这个持续性很难判断 所以接下来大家在操作上面 尤其是在追高这一块 要特别注意特别小心 再看一下前盘 个股的一个情况 今天涨钱票 大家看没有 在10个点以下的打到了60个以上 是近期市场最好的一天 是不是 但是今天在旁边想赚钱 还是很难的 因为今天很多票都是什么 突然就拉起来 突然就不涨的 不说别的 就说房地产 昨天 之前谁会知道房地产会打涨吗 大家都不知道 对不对 新能源昨天在这个位置 你知道新能源会涨吗 当然新能源今天涨还有一个原因 什么原因 出力好了 是不是 大家仔细看就会知道 昨天晚上新能源车 他确实是出力好了 那么今天直接就高开高走 所以这里迎来了一个什么 迎来了一个反弹 但是新能源车你看他的位置 他虽然说近期 属于一个相对低点 但是他整体的走势 还是在高位 也只能说是一个超跌反弹 所以在操作上面 大家也是需要注意的 如果说新能源车在这个位置 持续走高走反弹 记住上面压力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 看到没有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是压力区间 压力区间 越是往上走越是怎么办 越要考虑逢高减仓 逢高出货 手中没票的 常着如果出现急拉 出现冲高的 追高一定要小心 一定要谨慎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号牌个股 跌停的票也是也不爽 大跌的票 跌78个点也是一大片 其实说白了就是一个什么 高位的补跌低位的补涨 但是我觉得这个低位的 只是一个临时性的一个补涨 高位的调整后 这些主性品种仍然是值得大家跟踪的 只不过个股的话 可能会出现一个什么轮化轮动 前段时间大涨的后面 可能就不是他大涨了 新的一些核心票 龙头票又要起来了 好 这些视频我们到这里就结束了